接下來的話我們來做一下 就是歷年切到折欠圖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圖 OK 看起來其實我覺得還OK啦 而且上面有加一個標題 然後旁邊也加一些年啦 這個是數量 那一目了然 所以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有時候看那個統計數字 真的有圖真的還蠻直接 就知道大概的趨勢 大概的一個狀態 應該明眼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切到的數量好像真的越來越少 治安真的越來越好 那也就是說本來一年大概是接近700件 一年365天嘛 等於是本來是一天兩件切到案件 不過一天兩件其實也算少了 台北市這麼大耶 這麼多人口 一天只有兩件切到案件 好像有點少到有點讓我覺得 好像有點驚訝有沒有 好像跟原來想的路一樣 到最低的時候呢 大概不到200件 有沒有 那200的話其實 什麼概念呢 大概兩天大概一件吧 大概差不多兩三 大概就是1.5天 就大概一件 所以其實算起來更少 OK 不過後面為什麼會再往上爬 這個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只是看到數據 呈現出來的這個現象 那至於為什麼 可能就要自己下去找答案了 為什麼 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想要完成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首先第一個 我底下其實也有把整個步驟 把它放到原端白板的 0601的第六頁的地方 所以你們到時候 就找得到程式碼就好了 那第一個當然要讀取 所以剛剛我是不是已經在 這個第一疊底下 存了一個北市住宅切到的一個 一個意思要檔 好OK 所以呢 接下來的動作 請各位另外再開一個新的module 我們把它另外再開好了 那第一個動作的話呢 我需要做什麼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把它讀進來 可是讀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讀的話 那如果說假設你不是全部 如果你假設你只要讀部分資料 又要該怎麼做 那我這邊一樣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以後這個範本還蠻萬用的 反正呢 以後寫就是剛剛那幾行 總共好像大概 你只要計四行程式吧 那如果讀的話呢 其實也不多 大概就是這個五行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用到的程式碼 有些應該可以跟剛剛有點類似 只是剛剛是寫的話 也是需要產生一個序子 一樣要產生序子 只是如果讀的話 你必須用什麼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RAW RAW什麼呢 RAW底線一個workbo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加上一個路徑 其實就是給它一個檔案名稱 那裡面用一個方法 叫RAW workbook RAW嘛 載入什麼 workbook就是工作簿 那意思就是說 那工作簿指的就是那個檔案 所以你只要給那個檔案路徑的話 它找到之後 它就會透過這個方法 幫你把這一個檔案 變成一個WB的物件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物件 你可以做後續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 什麼動作 把資料讀出來嘛 OK 所以呢 那當然一樣 讀進來的這個檔案的話 它裡面一樣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工作表啦 不過目前我們也只有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指定 預設那一個的話 一樣就是 這個工作簿裡面的 Active 就是目前的那個工作表 你幫我把它指定了 變成一個蓄詞物件 所以那個蓄詞物件 我就可以利用那個蓄詞物件 那蓄詞物件裡面 剛剛我們是用Append的方法 那不過這裡的話 那你可能要換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把什麼 把它裡面的每一列 通通取出來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得一個方法 叫InterRose Inter Inter就是裡面嘛 Rose 裡面的列 那後面的那個參數的部分的話 它的1的話指的是從 叫MiniRose 意思是從哪一列開始抓 那如果我想要從第一列的話 那後面的話 這個參數好像也是一定要的 Value only等於True 是不是只有資料要取出 對 那大概就是加兩個參數 就可以把資料給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後面的話 它會把那個InnerRose 因為這個Rose 這個Idear的話 到底有幾個欄位呢 好像有五個欄位 所以它把這五個欄位的資料 丟到這個Rose 所以這個Rose裡面的話呢 它裡面就會放一個類似串列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串列裡面的話就五個資料 應該是五個欄位 所以如果五個欄位我通通要的話 那我就後面加上一個 中瓜糊 給它哪一欄到哪一欄 那一樣 欄的話呢 是從0開始 冒號5的話 指的5停下來 所以實際上 指的就是我要取的是0到4欄的資料 然後幫我把它Print出去 欸 去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範本 你把它Ctrl-C 那請各位待會兒 幫我在模組裡面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把它貼上Ctrl-V OK 那這樣子 不過前提你們要記得 你要確定你的路徑 我是放1 你不要連路徑都不改 你根本沒這個東西 所以你一定會出現什麼 什麼Final Fun之類的 OK 那找不到那個檔案 所以你要先確定 剛剛那個動作一定要OK 你這個動作才有辦法 不然你沒有檔案 讀不到 OK 不然你手動作一下好了 你可以複製貼過來 反正有個以所有檔就OK 那接下來的話 來幫忙看 看能不能存取成功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資料呈現出來 而且呈現出來的方式有沒有發現 他跟剛剛我要寫進去的狀態很像 有沒有 剛剛是一個一個列寫 現在的話好像也是一個列寫 不過眼間的同學被有沒有發現 他的那個瓜糊 前後呢 我們之前的歷史二 他是中瓜糊 可是這邊的瓜糊有沒有發現 他是什麼 小瓜糊 這看不看得清楚 有沒有 小瓜糊有沒有 太大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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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一樣 那跟各位講 其實Python裡面的話 他的資料型態除了中瓜糊List之外 另外有一個是小瓜糊 然後小瓜糊他的資料型態名稱不叫List 他又有另外一個名稱 他叫tuple 那個tuple跟List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小瓜糊的話 他只能夠讀 不能夠寫 也不能修改 意思就是說他只有唯讀的狀態 OK 那他其實基本上跟List是相容的 其實只是差別是說 他有點像是不能修改的串列而已 OK 其他都沒有不一樣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透過sheet.inter rows 所取得的資料 他會是一個tuple 而不會是一個串列 不過你說老師 可是我有時候 不習慣用tuple 我想要把它變List可不可以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List的話 只要在他的這個資料外面 再加一個List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想要把剛剛這些東西 把它轉換成List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這樣 假設我把它 希望把它變成List1好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剛剛這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外面加一個List 刮糊 這樣的話呢 就是讓它強制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串列 OK 然後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呢 我看一下 List1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tuple的外面 再加一個List的刮糊 把它放裡面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強制轉換成串列了 OK 不過啦 大家一般處理 你不轉也沒關係啦 只差別是說 這個tuple 它沒有辦法修改 但是好處是效率會快一點 因為它不需要能夠讀取的 只能讀不能寫嘛 所以效率會快一點 不過其實啦 應該這個也沒什麼感覺啦 因為那個 差距可能在百萬分之一秒吧 OK 好 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經過呢 一個轉型的動作 有沒有發現 剛剛是小瓜阿福 那現在的話呢 它就變成中瓜阿福了 有沒有 OK 不過啦 說真的 這個不轉也沒有影響 只是說 有的同學說 這小瓜阿福 看起來像怪怪的 OK 好啦 如果你覺得怪怪 你就轉 但如果你覺得不怪 沒關係啦 就當成沒這回事就算了 OK 因為我要稍微講一下 所以呢 等於那個 Python裡面的資料型態 除了List之外 可能要知道一個tuple 但這個不知道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OK 好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可以讀了嘛 有沒有 所以剛剛我利用什麼 所以差別是記得 是Low Web 把這個檔案叫進來 然後呢 利用那個 這個InterRose 把他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OK 那應該就 讀到我要的資料了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下一步驟 下一步驟的話呢 就是呢 我希望能夠讓它變成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我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必須要再做 剛剛類似像Excel裡面的 取得兩個資料 哪兩個資料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列標籤 的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可能會需要有一個List 也許名稱叫List A好了 List A裡面的話 就放這些資料 102 104 105 一直到112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List B裡面需要放什麼 幫我計算一下 所有資料裡面 到底104年的統計數量是多少 OK 105啦 一直類推 所以需要第二個串列 叫List B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做到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不會的話 當然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的話 我想一個方法 當然你說如果可以從裡面資料取 如果 因為它畢竟只有八年嘛 所以我做一個取巧的動作 就是你乾脆做一個List A 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子 在那個2的底下這邊 我這邊是有一點偷懶 但是這個好像似乎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怎麼樣呢 你要一個List A對不對 那你不如你乾脆這樣 自己下一個什麼 List A 它就是104 105 106 一直到112 那這個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OK 你說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你說老師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 嗯 不夠怎麼講 不夠自動耶 對齁 那我可不可以從裡面抓 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有點麻煩 後面我們再看好了 其實可以從整個裡面資料抓出我要的 有點像是喔 如果假設你希望在這個年有沒有 你希望把它複製低欄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先貼 選擇性貼上 OK 比如說呢 我假設希望這一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不要有重複的話 其實在Israel裡面是有一個功能 叫做移除重複 各位有用過嗎 它如果移除重複的話 L欄有標題 然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然後它最後得到的就是 不重複的這些資料 其實在Python其實也可以做到 只是說可能還要寫程式 差別在這裡 所以我 因為我不希望讓程式越來越複雜 所以這個部分我先暫時不講好了 我們先手動加好了 是可以做到 但是又要寫程式 我覺得盡量程式先少一點好了 不然增加大家的負擔 所以第一個 我要增加Lis A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需要抓什麼 再增加一個Lis B 可是這個Lis B 我要怎麼產生 我要怎麼算說 到底104年 它到底有幾個數量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果要算數量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們可能要想到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可能要針對串列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參考 第五個單元的第一頁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有關串列相關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 這裡面其實有個方法很重要 看一下它裡面有沒有列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它有列出來一個方法 它如果要計算說呢 這個N1指的是某個串列 它出現的次數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怎麼樣 給它一個串列 後面加點Count 然後把你想要找的東西放這裡 它就會幫你算出來 你那個 數量是幾個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要104的話 我要找104年 在那個範圍裡面出現過的次數的話 那我N會只要放104 然後前面的話呢 就給它什麼 給它那個 比如說 給它那個 你不能給它日期喔 你還必須給它什麼 給它切割完之後的年 它就幫你算完了 104年有幾次 再來105 一次類推 好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讀取的部分先試試看 另外的話呢 思考一下 如何產生兩個欄位 有點像樞紐分析表裡面看到的 這個叫list A 那這個list A 我想說 先用手動的方式先加好了 可是list B 這個就沒辦法用手動 你說老師那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把這個樞紐分析表的東西貼到Python裡面 也是 剛才問題是你這樣就不對了 那你變成說 這個是要自己算的 但是問題Python裡面要怎麼算出這個結果 待會我們再來看